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用头豆和虾子来分享一个好吃的 不用油炸也不用炒,色泽精华 头豆去皮以后先切成片 切好后上锅蒸15分钟 再来将虾子处理一下 先把虾头去掉 然后用牙签把虾线条出来 再把虾壳去掉,清洗干净 虾尾部的壳留在上面 再将虾子腌制一下 放入盐,胡椒粉,生抽 搅拌以后腌制20分钟 虾肉虾肉入一下味 虾腌制好以后 在这上单用刀从背部穿透 然后把虾尾从孔里穿过来 露出虾尾,倒入2厘米 头豆蒸好后将它夹出来 然后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先用勺子或者叉子压成泥 再分次加热2g的头豆淀粉 边加边搅拌 这里用其他的淀粉也可以 加淀粉直到最后能揉成比较软的糖 就可以了 抓一小块头豆泥糖 在手心里搓软,按扁 中间放一个处理好的虾 把虾包起来 用手整理成一个软球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蒸锅,大火蒸15分钟 再来调个料汁 准备少许蒜末 放入辣椒面 熟芝麻 烧到冒烟的热油浇在上面 再加入味极鲜 盐 搅拌均匀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好漂亮啊 看着太有食欲了 色泽金黄 放凉以后用手捏起来 特别的有弹性 浓浓的头豆泥香味 咬一口里面还包裹着虾肉 加上调好的料汁 一口一个,特别过瘾 想吃的话就舒爽起来试一下吧 今天就分享在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下个链铛 加 fez 黄桑 加羽 杀 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